好 現在呢 這麼多老師進來了 我們先來做一件事情 來點名啦 來 其實我 已經 混層式教學已經連續上了 大概快兩年了 我現在在大專院校 我都是用這種方式點名 來 老師您看一下您的載具畫面吧 有沒有出現要點名的 喔 有些老師動作很快喔 馬上按下去了 你看這裡 有沒有 來我先 這個 我也跟大家一起加入好了 好 有沒有 自己簽到 所以我們在這裡老師有沒有馬上看到 誰有來誰沒來了 是不是很清楚 好那我問一下那個 榕春老師有來嗎 喔好 辕春老師到了 請問我現在是雖然是給同學自己簽到 老師可不可以幫他 點名一下 也可以 有沒有 所以 不是說 同學自己簽到 然後老師就不能動 隨時都可以 您可以幫他做 邱美老師有來嗎 有 你看我就幫你點名一下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那這些東西 系統上都把您記錄下來 所以您下次 啊我想要查一下上次 上個禮拜誰有到誰沒到 你直接從課堂出席裡面有沒有一個記錄 我就可以直接去看 上禮拜的 還是哪一天的 那您也可以在這邊自己去命名 他預設是用日期 預設已經是日期了 所以 這樣子 我們就比較容易掌握什麼 同學出席的 一個狀況 因為說真的 如果同學 人數比較多 你一個一個點名 要不要花時間 要啊 對不對 他已經到的 他又花時間 大家在等 那我們就可以有 比較完整時間做 其他的事情 好 袁文老師有來嘛 對不對 喔沒關係 沒關係 好 這個老師這樣遇到的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們用訪客 他就是一次性的 也就是說即使我下次用同樣的名字進來 他還是當你是另外一個人 所以 如果老師是 比較常態性的課程 我就建議要用註冊的 登錄 就不會有這個情形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 好 OK 這樣子 可以嗎 有感覺的 老師請說 我知道我一個有一個沒有 對對對 來為什麼有些老師說 他有的有有 有的沒有 因為你另外一個 賬號 另外一個進來的 也要按 因為你現在是用訪客的 所以他是兩個不同的人 如果你是登錄賬號進來 你就只有一個賬號 對齁 好好好 這樣子大家有沒有比較有 感覺到 我們用one note 這種數位的互動方式 好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囉 在這裡 我們簡報裡面 剛剛我們 稍微玩一下 這個 對不對 課堂出席 那 當然抽人也可以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囉 我們來看這裡 我們如果 老師上課的時候 你想要抽人 抽人起來 他有分兩種 一個是從全班裡面抽 一個是從分組 那我們現在因為還沒有分組嘛 待會兒再說 我們就先從全班 我們來抽兩位老師 好不好 來我們play一下 老師你來看一下 你的畫面出現什麼 誒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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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課堂出席 課堂出席 誒 因為我剛剛這邊有那個 我登錄一下 好,來,我們抽兩位老師 老師,看一下你的畫面 有沒有你的畫面上有這兩位同學出現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feel Alice老師在哪裡? 現在都,喔,還好,我以為老師不敢承認這樣 Juice老師,有在嗎? 喔,好好好,來來來,這樣我們是不是就抽到兩個人了 好,很高興這兩位老師都勇敢舉手 You're the best 有沒有,直接評分嘛 You're the best 這樣子,評分是不是就在線上,我們就可以一起管理了 那,老師你看一下,你看班級學生 就這兩位,有沒有,還有剛剛 這裡 有沒有,他右上角有沒有他的分數 也就是說這些東西就會記錄下來 那你下次就很清楚就可以看到 這樣大家現在積點幾分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這樣抽人 那如果我們分組呢 分組也可以喔 來,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叫學生分組 你們現在因為是學生 所以你看不到我左手邊的這些工具 但是沒關係 你就先當,好好當一個學生 你看我們分組有分 老師手動或者系統自動 好,那手動就你可以一個一個去指定 好,我先用系統的 欸,他還可以分隨機的或平分 那我們,我看一下 喔,50位,這麼多 我們就隨機一下 老師看一下你的平板 或你的載具 有沒有發現你分在哪一組 那一組的顏色不一樣 有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注意到 對吧 所以這樣會不會弄錯 不會喔 好,那你看喔 我們就有分組的話 我可以針對整個組別去加減分 也可以怎麼樣 針對個人加減分 欸,比如說 欸,現在第五組 第五組在這裡 啊,我就按一下 有沒有 欸,做得不錯 如果你是設定 我的加減分是要針對小組的 我就是這樣加在這邊 這樣OK嗎 好,那你想看看喔 請問 老師每一堂上課 分組的名單都是固定的嗎 有可能改變對不對 所以這裡 我們在歐寒丹教室裡面 也是一樣 它是有紀錄的 有沒有 所以呢 你隨時可以改變它 欸,比如說我這一次 我再怎麼樣 再隨機分組一次 好,這樣 我的那個組別又不一樣囉 好,你所在的組別又不一樣了 那你可以點到它 好,你看 現在有兩位同學是不是進來了 他就提醒你 這兩個還沒有分組 那我把它隨機分組一下 欸,請問你 有沒有可能 老師會遇到 啊,這位同學後來說 老師,我不要跟他在一起組 我要換組 有對不對 要怎麼樣? 請來這裡 蛤? 同學的來怕的 為什麼不能換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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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來 所以 你看有沒有調整分組的功能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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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之後 沒有什麼不可以 對不對?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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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可以看到 喔,第五組的 好,你過來 有沒有 點到它 你去第四組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啦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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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調整啊 蛤? 蛤? 就有需求 你就要做成功了 蛤? 所以 老師呢 這個分組 你都可以隨時再回去 比如說 我們這一次是用這個 但是呢 我們今天上課 我想要上一次的分組 你就點這個 就可以回到上一次的分組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它在這方面 還蠻靈活的 還蠻靈活的 那 這樣子 老師有沒有 有沒有稍微感受到 這個 有數位學習平台 這樣跟同學互動 所謂的課間工具 比較方便了 接下來 我們來 問一下大家 你覺得現在同學 要這樣舉手的 這個機會高不高? 不高 很高興老師 誠實的回答 哈哈哈哈 但是我跟你講 往上舉不高 往下按 通常會比較容易 所以 來 我給各位體驗一下 好不好 我們這裡 有一首曲子 好 我先到這邊 因為我來 請老師搶答囉 來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 即使搶答 我們現在先用個人搶答好了 三秒鐘之後開始 老師 請問剛剛那一首 這叫威風靈靈進行曲 是哪一個 卡蓬的主題曲 三秒鐘之後開始 你看一下你的平板 你看一下你的平板 快 喔 你看 翊潔老師考慮了三秒就送出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蛤 哈哈哈哈 這樣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翊潔老師 來來來來 請問翊潔老師 在哪裡 槍門 這一首是 哪一個卡通的主題曲 我們就一家 對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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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如果萬利老師沒有回答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厚補的同學 已經在這裡了 對吧 所以趕快 喔 老師這個字 蛤 蛤 哈哈哈哈 怎樣怎樣 放連續劇的舞 哦 哈哈哈哈 抱歉 我就是不會看連續劇的啦 來來來 還有我等一下要武裝的 好 點到它 有沒有 You're the best 這樣有沒有 馬上加減分 老師有沒有感覺到 這樣子我們上課 有沒有比較多工具可以用 對吧 嘿 當然其實如果同學沒有載具的時候 其實老師也可以用這個抽人啊 紙筆一樣可以用 對啊 他們沒有載具你還是可以用啊 我就直接點嘛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剛剛是針對個人的 那如果老師有分組 我們可不可以做小組的競爭搶答 可以對不對 來來來 你看 我們其實搶答 這是我改用小組的好不好 來你看 一樣三秒鐘 按下去 按下去 好 那這個就看各組的 看哪一組比較厲害囉 雖然我沒有問題目 但是至少第一組有人 有沒有 第一組有沒有 有人 是不是就搶了 好那第一組的誰 那這個時候 好 你看 我就來小組這裡 好第一組比較厲害 那我就來這邊囉 整組加分可以吧 整組加分可以吧 這樣是不是OK 好所以我們整個組別的加減分就秀在這裡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我們在加減分的時候 我們在加減分的時候 把加減分直接加到同學身上其實也可以 好他有兩組的計算方式 好這樣有沒有感受到了 其實網路上老師在疫情期間也有看到好多好多老師在分享一些工具嘛 好那以前這些工具都是比較分散在不同的服務裡面 所以呢你要做這件事情可能要註冊很多個平台 但是歐寒丹教室就是把這些工具 盡量幫大家蒐集在同一個平台就可以完成 好那接下來老師我們上課難免是要問同學問題吧 對不對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叫快問快答 在這裡 它可以有兩種的型態 一個是選擇題 一個是問答題 那你可以選擇有幾個題目 好有沒有題目 你可以用文字的也可以用圖片的 要不要現實都可以 那我在這邊就可以直接設定 比如說你要設定就從這邊設 那如果老師已經有事先設好的 我可以引入 有沒有我已經先設好幾題了 好比如說我們第一題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早上老師回答的不勝理想 來我們play一下 好老師看一下你的載具 有沒有題目跑出來的 請問可以作答嗎 對因為老師還沒有說開始作答好嗎 好開始作答 好開始作答 請問24節系 到底是根據國立還是農曆 好你看我們這個有沒有馬上線上就即時做統計 其實這個就是以前我們講的叫做IRS 就是即時反饋系統 以前都是用什麼紅外線 然後去現場都按按按有沒有 現在就是因為大家載具方便了 不管你用手機用平板是不是都是用載具 就轉到上面來了 好來那你往下看就會看到哪些同學有回答 這樣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但是這不是答案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顯示結果 好果然下午的老師跟上午的老師是一樣的 哈哈哈哈 各位老師在我還沒有關閉作答之前 你都可以跑票喔 我已經開中民意跟你講了喔 哈哈哈哈 好三二一關閉作答 好買付了 終於 終於我讓正確答案有多出一點點了 哈哈哈哈 各位老師 這件事情國小三年級就教了 好但是你不要難過 因為我知道 我已經問過很多地方 這個問題隨著年齡的增長 答錯率越來越高 很奇怪 24節氣出語12 有沒有剛好一個月兩個節氣 我們現在清明完了嘛 再來就鼓語 對吧 再來就立下立黑 所以這些同學 很厲害給你一個讚 You're the best 有沒有 這些同學 請多加油 哈哈哈哈 這樣子我們的互動有沒有比較多一點 嘿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剛剛我們看了是不是選擇題 這裡還有 來這個 你家 好 我一樣先Play 這個也是選擇題 可是我用圖片的方式來呈現 好 一樣的 我就先開放作答 請問現場有沒有國文老師 有 有 好 很好 待會我們請他幫我們解答一下 網顧道義的網顧道義的網顧道義到底是哪個網 如果你不會的沒有關係 一字千斤多看一下 呵呵 到底是A還是B 哈哈哈哈 好 來來來來我們先看一下 在我還沒有關閉作答之前 你知道可以跑票喔 好不好 好 好 看起來看起來 好 剛好711 過頭的嘛 哈哈哈哈 好 停止作答囉 好 再開放一下好了 再開放一下好了 快點喔 3 2 1 好 好啦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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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 網顧道義 老師可以用語音輸入吧 你不要那麼殘忍 每次都要教老師用打的 我雖然是用無瑕迷的 但是我也感覺到我最近打字比較慢 因為我現在都用講的比較多 哈哈哈哈 就直接用講的就好啦 所以老師知道正確答案是哪一個吧 好 給你一個讚 You're the best 這些同學加油 WOW 來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都是選擇題 來我們來一個問答題 好 來 一樣 好 開放作答 老師有沒有發現 你這次填打的 已經不是剛剛的選項 是一個空白的 所以就要給你自己做輸入喔 裡面 有一個 正確的 四個字成語 趕快來看一下 結果 好 我還沒有關閉作答 好 第一個我們就看到了 來請問老師 顧部志豐到底是這個顧還是這個顧 蛤 到底哪一個顧 好 我們再往下看 除了顧部志豐 還有沒有老師 有查到不一樣的 喔 有人 說三顧茅如 三顧茅如是個 是這樣嗎 我看看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老師怎麼我有聽到 也是用語音輸入的 哈哈哈哈 來我們來看一下 顧部志豐 顧部志豐 是哪一個顧 這樣知道了吧 啊 顧式的顧啊 對啊 不是顧子的顧喔 哎 三顧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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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這邊 三顧茅如 有嗎 三顧 這裡有那個顧嗎 沒有對不對 對 所以 這位老師 直接寫出 這樣子 但是沒有這個答案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的 好 所以呢 哎 我就針對這些 答對的同學 有沒有 然後 我就可以給他 You're the best 對不對 可以像這樣 You're the best 因為這個 他就沒有標準答案嘛 所以你就必須要一個一個 去點他 You're the best 喔 你看這裡有 You're the best 好 下面這些我就不用再來了 You're the best 這大概就知道意思了 好 關閉作答 這樣子 老師有沒有感受到 我們在歐寒的教室裡面 就是希望說老師有比較方便 可以讓同學 多一點互動的機會 不然的話 老師你現在在台上講 有沒有感覺有點孤單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不理你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個世界好像 哈哈哈哈 怪怪的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都可以 都可以跟 同學之間呢 產生比較多的一些 互動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喔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除了剛剛我們的那些工具以外 我們還可以投票 還可以評分 互評 投票比較單純 就投給誰嘛 然後呢 互評他就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1到5個 兼具 讓你自己去決定 那我們馬上來試一下囉 你看 互評跟互投 我們先用互投好了 你看一下 那你可以選擇個人或小組 甚至我們就要排除嘛 不能自己投自己一票 所以我就把它排除掉 那我們來找幾位同學 好來來來來 我們找這個 真名進來的同學 好 假設這幾位 那我們就來下面 把一個人兩票好了 有沒有 我們今天來辦選美比賽嘛 所以來 我們來看看這些老師 到底人氣如何 來 現在開放投票 看看 你覺得對這些老師的 印象如何 有沒有 有沒有 一個人兩票 一個人兩票喔 最多兩票 你一票也可以投 一票也可以投 沒有就是好 沒有就有什麼 只有兩票 哈哈 那就不能投自己而已 好 來我們先顯示一下結果囉 來我們看一下 哎呦 現在麗玲老師 一路領先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 開票統計馬上出來 對不對 在我還沒有關閉投票之前 那個 建州老師 你可以拉票喔 哈哈哈哈 啊真的太好了 來來來來 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玩 對不對 這樣子 是不是效果就比較好 因為這些都是 其實統計的 以前我們看不到 這樣的東西嘛 對不對 好 OK 那我就真的 關閉投票囉 好 麗玲老師厲害 所以我們就找到 麗玲老師 這個我就只好 用這樣找了 好 你家 好不好 人氣這麼高 You're the best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剛剛是戶頭嘛 戶品 欸 戶品可以用在哪裡 有時候同學 報告 對不對 或作品 我們想要讓 大家一起來 做一個 分享 好 一樣的 我們就把 剛剛的 這幾組 六組 我們就選巧 我們用小組的 好 來我們play一下 現在老師看一下 有沒有 每一組都有1到5分 你自己去看 我覺得第一組幾分 第二組幾分 第三組幾分 我就利用這樣子來 做評分 好 來我們顯示一下 因為每一組都是1到5分嘛 看起來第一組 看起來第一組 目前領先 欸 欸 哈哈哈哈 好 差不多了 喔 還有 還有 所以只要 欸 你都可以隨時改啦 因為我還沒有關閉嘛 快點喔 快點喔 下好離手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好好 好 OK 看起來第三組 後來居上 所以我就到哪裡 學生分組 第三組 是不是就來這邊加減分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所以 您可以發現 請問 歐哈雲端教室 有沒有感覺到好像很難 沒有對不對 因為它不是要難導你的 它是希望你 可以很快就上手 就可以在班級上來應用它 這樣 老師 OK 可以 好